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澳洲联邦巡回法院 推翻签证取消决定 并强调会尽全力 应战澳网 中王母亲撞开记者会 全家人都出面 一边批评澳洲政府 不公正对待自己的儿子 另一边感谢各方声援 竞争对手西班牙蛮牛 纳达尔虽然认同法院判决 但却在乔帅参赛上 投了反对票 如今乔科维奇 已经回到球场练习 但这起纠缠近一周的防疫争议 一度上升到澳洲和塞尔维亚 两国间的外交对抗层级 而且澳洲官方也没放弃 最后手段 澳洲移民部长放话 不排除动用裁量权 再次取搜超科危机的签证 驱逐出境 未来三年都不准重返 球王能不能参加 17号开打的澳洲公开赛 恐怕还有变数 三地新闻 中靠报道